大家好,本次视频我们学习主成分变换图像增强 掌握利用N位软件开展主成分变换图像增强的原理和方法 具体认为,首先对我们的测试数据进行分析说明 之后,我们对主成分变换图像增强进行简单介绍 最后,进行主成分变换图像增强操作 并对图像增强结果进行分析 我们使用的测试数据是某地的Lansight 8 ORI图像的多光谱数据 数据已做过大气校正,所以灰度值为地表反射率 但数值被放大了1万倍 我们使用的软件工具为N位5.3 视频的版权归属如下 接下来是任务1 测试图像分析 我们使用N位软件打开我们的测试数据 N位会自动显示为432真彩色合成 观察图像我们发现 图像空间地物分布正常 可以看出图像显示区域是离海区域 但左半部分地物比较密集 一些地物颜色较为相近 难以区分 在Data Manager对话框中 查看图像的基本数据信息 可以看到图像大小为395x397 共有7个波段 数据类型为整形 同样类型是UTM北位51度 大地坐标为WGS84 分辨率为30米 任务1结束 任务2 主成分变换图像增强简介 本次视频将展示三种利用主成分变换 进行图像增强的方式 为使大家对这三种方式有所了解和区别 我们在这里先对这三种方式的原理 以及操作进行概述 第一种方式 我们知道 由于主成分变换有压缩信息的作用 而且是将绝大部分信息 集中到前几个分量中 往往主成分变换结果的前三个分量 会包含95%以上的信息 远远多于原图像任何三个波段中包含的信息 因此 如果我们使用主成分变换结果的前三个分量 进行彩色合成 得到的图像会具有更丰富的色彩 和更高的饱和度 同而实现了图像增强的目的 第二种方式 使用N位软件工具箱的去相关拉伸处理功能 Decorrelation Stretch工具 它的工作过程是 首先对原图像的红绿蓝波段进行主成分变换 然后默认对第一主成分进行对比度拉伸处理 再进行主成分逆变换 将图像恢复到RGB彩色空间 这样做的原理是 由于主成分包含主要信息 对其进行拉伸处理 可以增强某些信息 从而使这些信息更加凸显 达到图像增强的目的 但上述工作过程都不需要我们进行操作 Decorrelation Stretch工具 会将上述过程一步做到位 第三种方式 同样是去相关拉伸处理 但是不借助Decorrelation Stretch工具 而是通过分布操作来实现 首先我们对原图像进行主成分正变换 将图像从空间域转换到变换域上 然后对任意主成分分量进行拉伸操作 比如我们选择第二主成分 之后我们将拉伸后的第二主成分 与其他主成分叠加 再对叠加结果进行主成分逆变换 从而达到图像增强的效果 相比第二种方式而言 这样做的好处是有更多的选择性 在进行主成分正变换时 我们可以选择更多波段 而不只是红绿蓝光波段 在进行拉伸操作时 我们也可以根据需要 选择其他分量进行拉伸 任务二结束 任务三 主成分变换图像增强 首先说明 使用N位进行主成分变换的操作 在第四章已经详细讲解 这里不做重点说明 我们先使用第一种方式进行图像增强 在工具栏中选择Transform PCA Rotation下的 Forward PCA Rotation New Statistics and Rotate 即进行主成分变换 并计算新的统计信息 选择我们要进行变换的图像 按默认选择变换图像范围为整副图像 全波段无眼膜 点击OK 弹出的对话框中 统计信息均按默认设置 将统计结果输入到Result文件夹中 命名为PCA Statistics.sta 计算方式我们选择协方差矩阵 接着将变换结果输出为文件 命名为Forward PCA.dat 注意不要忘记加.dat后缀 输出数据类型设为辅点型 在下一个选项中 我们选择No 不看主成分的特征值 直接选择输出所有主成分 即7个主成分都输出 点击OK 处理完毕后 将出现显示各主成分特征值的折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 前三个主成分包含了超过95%的信息量 关闭折线图 使用RGB彩色合成显示变换结果 RGB通道分别对应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和第三主成分 将变换结果 与圆图像做对比 可以看到 变换结果图像色彩饱和度更高 一些细部 区分度也有所增强 比如这一区域 潜水区与深水区的颜色 较圆图像区分度更高 接下来使用第二种方式 点击工具栏中的 Transform下的Decorrelation Stretch工具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选择我们圆图像中要进行变换的波段 我们这里选择红绿蓝波段 RGB通道分别对应于 红光波段 绿光波段 和蓝光波段 如果中途选错波段 可以点击下方Resight按钮 重新选择 Special Subsight按钮处 仍是选择要进行处理的图像范围 我们按默认对整副图像进行处理 点击OK 接下来将结果输出为文件 命名为Decorrelation Stretch.dat 点击OK生成图像 这里点击确定即可 对比处理结果与圆图像 我们可以看到 去相关拉伸结果图像 也比圆图像饱和度更高 地物区分度更强 尤其是中间这块植被区域 不同的植被颜色本来十分相近 经去相关拉伸后 变得更容易被区分 下面我们讲解主成分变换 图像增强的第三种操作方式 第一步是主成分正变换 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过这一步操作 这里省略 第二步是对第二主成分进行拉伸操作 在这之前我们首先要获得 主成分正变换结果图像的直方图信息 右击Forward PCA 选择快速统计 在直方图对话框中 点击Fill Export to test field 将统计信息导出到Result文件夹 命名为Statistics B2 点击OK 随后我们进行拉伸操作 在工具栏中 选择Rest Management下的StretchData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选择我们的主成分变换结果 在波段选择处 只选择第二主成分 点击OK 在参数设置对话框中 我们选择拉伸方式为Equalize 其直方图均衡化操作 拉伸范围选项按默认 输出值范围要与原来相同 所以我们打开刚刚导出的统计信息文件 Statistics B2.txt 将原第二主成分的辉度值范围 复制到维本框中 输出数据类型按辅点型 将拉伸结果输出到Result文件夹中 命名为B2Stretch.dat 点击OK 第三步我们要进行波段叠加 将拉伸后的第二主成分 与其他未进拉伸的主成分叠加 在工具栏中 选择Layer Staking工具 弹出的对话框 左侧的空白面板 是要我们按顺序输入要进行叠加的主成分 所以我们点击Import Fill按钮 先选择主成分变换后的第一主成分 在波段选择处 选择第一主成分 点击OK 再次选择 再次选择Import Fill按钮 选择经过拉伸后的第二主成分 B2Stretch.dat 点击OK 再次点击Import Fill按钮 选择主成分变换后的第三到第七主成分 下面的选项是设置输出文件的空间范围 是说如果输入的各个图层并不完全重合 第一个选项是取其并起 而第二个选项是取其交集 右侧的一栏是设置输出图像的投影 投影基准面和分辨率等参数 我们可以看到软件已自动设为与输入图像一致 如果有需要可以在这里更改这些参数 但我们这里就按默认即可 右下角的选项是选择重采样方式 但我们输出图像的分辨率 位置和大角都与输入图像一致 因此不必重采样 按默认即可 将结果输出为文件 输出到Result文件夹中 命名为pca-staking.dat 第四步是进行主成分逆变换 将上一步生成的叠加文件 反变换回空间域 点击PCA Rotation下的 Inverse PCA Rotation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pca-staking.dat 点击OK 在弹出的第二对话框中选择我们在进行主成分正变换时生成的统计信息 即pca-statistics.sta 在弹出的第三个对话框中选择 首先选择计算方式要与主成分正变换时一致 即仍然选择斜方差矩阵 然后将结果输出为文件 命名为inverse pc.dat 点击OK 然后我们对生成的主成分逆变换结果进行真彩色合成 与圆图像进行对比 可以看到 经过去相关拉伸后的图像 某些地物之间颜色的对比度提高 如海水深浅处的颜色 裸地上的脉络 都较圆图更加清晰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内容 谢谢观看